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01有一篇最新的偵查報道 討論特首顧問團有成員 涉及紅山半島豪宅的潛建還有霸觀地 最新的消息如何 記者正在追問這個特首顧問團的成員 另一邊亦討論各大最新熱話消息 討論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 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才提及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這個紅山半島 話說特首顧問團茶藝超涉及霸觀地潛建 高空圖揭發扣入過後才興建 報導機內文看到今年9月一場世紀暴雨 引發的山泥傾瀉 揭發港島大潭豪宅紅山半島多間獨立屋 涉及潛建霸觀地 01發現特首顧問團成員茶藝超的獨立屋 亦疑似牽涉淺劍和霸觀地建花園 記者曾經問過茶藝超一方 但多日以來都不獲回覆 屋宇署指沒有補充 茶藝超持有獨立屋 位於紅山半島重泊經臨海的山坡 有開墾並霸佔了那個山坡觀地作為花園 那個花園佔近千尺 9月初山泥傾瀉過後 航拍清楚顯示茶藝超屋外的花園有鋪草皮 記者10月再到場試測發現花園上的草皮也未清走 但在山坡上潛建的花園地基也仍未還原 茶藝超的紅山半島獨立屋 在2020年2月以超過9625萬元買入 翻查高空的照片 2019年12月即茶藝超買入那間屋之前 官地位置並無花園 2020年7月的高空圖顯示 攝氏獨立屋對開的山坡官地 當時正在進行工程 即是霸地的花園在茶藝超買入後才會動工 興建的 除了霸地建的花園外 那間獨立屋也有幾度的潛建 對比核准圖則和旁邊獨立屋 茶藝超獨立屋的最底層 有半層有明顯向花園擴建的跡象 向外擴建的半層頂部連接原裝的樓梯 加上黑色欄杠 成為了陽台 上面放了幾張椅子 獨立屋最底層的樓底較高 潛建自製的陽台位於這層中間 核准圖顯示 獨立屋的最底層是主人房 並無角樓 但位於一層中間的自製陽台 旁邊的外場加開了 足夠被人通過的落地玻璃窗 有綁稱大王之稱的茶藝超 是香港工業總會的名譽會長 亦是詳實集團主席李嘉誠的外申 茶藝超自從2018年開始 獲政府任命為科技員董事局主席 去年第二次獲續任 任期到2024年6月底 茶藝超更獲委任 為這個特首顧問團的創新及創業小組成員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一場黑色暴雨掀起千重浪 說最新的揭發 原來紅衣半島有涉及特首顧問團成員 這位茶藝超先生的背景相當厲害 一來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 甚至是李嘉誠的外申 自從他據報今年三月開始 就當特首顧問團的成員 這次記者就直接看了那個時間表 加因茶藝超在2020年2月 用9000多萬買入這間獨立屋 記者看過2019年12月前 那間屋根本沒有花園 亦意味著在茶藝超買入過後才有花園 大家知道以往的回應通常說 我買入的時間已經有那個潛建 我買入的時間已經有那個花園 但這次不同說法 買入過後才輕建 究竟是否罷官地及涉及潛建 暫時茶藝超都未公開回應 估計已經有人跟他說 喂超哥有報紙寫你 那你打算怎樣 真的沒眼看 最新的情況我們會持續跟進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李景灣六樓單位墮槍飛到路邊 住戶被帶返警署調查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天10月17日上午8時52分 西灣河太安街李景灣安閘角的一線槍 由這個高處墮下跌在馬路邊 玻璃粉碎窗框變形 幸好沒有擊中人或物件 由途人致電報警 今天警方接報到場 在樓上六樓一個單位找到住戶 據稱男住戶推槍的時間 整隻槍掉下跌在街上 警方將案件列高空襲襲 據報將住戶帶返警署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各位老友要多加小心 若然有鋁槍多加要檢查 這次不小心掉下街 幸好沒有擊中人或物件 不過相關住戶也要回去警署走一趟 暫時未知有沒有後果 另外亦提及這單數字 話說來自20號新聞的報道 亦是AM730的報道 2023年薪酬趨勢調查 香港僱員今年平均加薪3.8% 來年估計提高到4.1% 不過仍然跑輸大彎區 學會指營商氣氛保守 僱主需要多管齊下才能挽留人才 來自AM730的報道 報道內文提到 臨近年尾僱員最關心就是今年有沒有人工加 有調查發現今年本港僱員平均加薪的幅度是3.8% 扣除通脹實際加薪2% 指望明年平均加4.1%的薪金 而大彎區的機構今年和明年都有超過5%的加幅 調查機構說3.8%的加幅是相對保守和溫和 反映本港的營商氣氛吹向保守和謹慎 認為除了家人工之外 因為近年僱員著重工作和生活平衡 僱主可以多管齊下挽留人才 當中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恐於人說3.8%的加幅是相對保守和溫和 另外有三成的機構未決定薪酬調整 他認為受到環球經濟影響下 本港營商氣氛吹向保守和謹慎 但本港人才方的情況仍然嚴峻 為了有效吸引和留住人才 僱主需要採用多管齊下的方式 包括混合工作模式 彈性工作時間 健康活動 關愛文化 還有良好的辦公環境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亦是AM730的報道 最新的薪酬趨勢調查 香港今年平均加薪3.8% 明年估計提高4.1% 不過仍然跑輸大幻距 結果估計越來越多人離開 因為加薪又不夠人家多 兼職有很多因素 移民潮 還有經濟環境越來越危險 甚至在香港地上的工作 加薪的幅度也差過預期 估計接下來要想些方法 僱主如果沒有多管齊下的方法 根本留不住人才 近年越來越多在家工作 又或者不用花足五日工的做法 未知這種模式會否應用在香港 不過儘管如此 最終能否留住流失中的人才 就像香港人的血一樣 現在真的流血不止 暫時還要看看那些大政策如何配合 接下來施政報告 財爺最近據報不斷削不同的開支 未知最終能否移動 長者福利甚至民生的措施 但願不好 你要做好景 一定要大力加大公共財政開支 做活過市 而並非削福利 這裡我們會持續跟進 看看接下來施政報告有多少新政策 又會和大家有關係 我是礦貞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